亲家母 你好 你好 孩子长得很像你 亲家母一看 就是有文化的人 很有气质 没想到 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阿姨 要不我们边吃边聊 好 快坐 快坐 快坐吧 阿姨 您坐 小管 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阿姨 过两天小白就会辞职 我们尽快准备婚礼 至于以后 小白和孩子的生活 您不用操心 这段时间呢 我妈会先过来 帮忙照顾小白 亲家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小白 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辞职 妈 我跟一鹤都商量好了 我们两个 要是都留在丰盛的话 也不是不能留 但是公司毕竟有规定 同事之间不能谈恋爱 不谈就不谈呀 我们就直接结婚 是吧 你说你们的公司 那是什么破误规定啊 那都是违法的 对不对 那婚姻法刀都写着呢 婚姻 恋爱 自由 他们不懂法呀 我看啊 咱们得啊 去找那有关部门的维权去 小管 丰盛这份工作 是一般人根本进不去的 小白好不容易熬到了转正 你让他辞职 怀着孕去找工作 情况可不那么乐观呢 那个人物有机肯定在 那慢慢的 就不呢 就让你贯了 我大量的 我拿着高 那还要缓一的 你在哪儿 这就不容易 从你去 你别人在哪儿 你绕着 我平时就在哪儿 怎么还容易啊 亲家母 我们依赫她能挣钱 小白你看她把工作一辞 在家里边享幸福多好呀 是不是 我不同意 一个女人结了婚 生了孩子 依附于丈夫 这种日子太不稳定了 要辞职 叫你们家依赫辞吧 小白不能辞职 那依赫她也不能辞职 那辞到这谁养家呀 亲家母 你说说那个男人挣钱养家 她不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这多稳定啊 女人经济独立 对自己 对家庭有安全感 对婚姻呢也是有好处的 话又说过来了 我花了那么多钱 龚小白读书 读到了硕士 我不是让她在家做老妈子 养孩子的 这结婚嫁人相夫教子 这多少女孩子求都求不来的 我就是不明白了 你怎么要反着来呢 就让她孩子大了肚子去上班 这样合适啊 如果你们的家庭 以牺牲小白的未来做代价 我坚决反对 小管 我相信 你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看你就是个问题 妈 妈 妈 这个好吃 妈 你不是有礼物要给阿姨的吗 我帮你拿 妈 亲家母 这个是给你的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对了 我也给你带了一份礼物 西凤酒 我一个老太太 喝什么酒 妈 还有小白呢 你看看 你看我这记性 给 这是给未来的儿媳妇的大红包 谢谢阿姨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对了 还有呢 这个呀 是以前给一鹤织的一条毛裤 现在天不是凉了吗 给你改了一个护腰 你知道吗 怀孕啊 腰最累呀 越到后期腰越累 给你 谢谢阿姨 不用谢 阿姨 初次见面 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 谢谢你啊 孩子 真懂事 这么客气 盛宝 爸说你知道什么意思 护肝片 你这是什么吗 这又是两个个小卷 走 这样算是哪儿 你应该喜欢 那什么印象 啊 怎样 那就话 你这就来 你 你 你 酷 你看 你 我 你 来来来 都吃吧 吃吧吃吧 就吃吧